吃骨兔放鞭炮 昨夜的高原大地喜庆祥和热闹非凡 在传统节日骨兔之夜里 全区各地的藏族群众热热闹闹喜迎新年 离骨兔之夜还有几个小时 拉萨市赶马贡丧统建社区穷达一家 正忙着为骨兔之夜做准备 挂完香布准备好晚上驱轨的麦杆 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做骨兔 骨兔中除了九种食材以外 还装了一些大的面疙瘩 里面装有人参果羊毛辣椒等吉祥物和一些猜磨的东西 临近天黑 盐味伴随着锅里翻滚的骨兔腾腾腾生气 一家人一边吃着骨兔 一边讨论各自吃到的东西 在河家团圆的骨兔之夜 很多藏族群众也特意请来了铸村工作队 熟悉的汉族干部等一起吃骨兔 道祝福 共化民族团结情 也是第一次与他们藏族群众一块过藏的新年 同时看到他们生活的都很好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去过年 但是在我们村市集家里 也让我们感到这个弄弄的这个年味 感触非常深 感觉到家的温暖 一家人其乐融融 欢声笑语 吃完骨兔 压轴大戏驱轨仪式正式开始 大家手情点燃的麦杆 嘴里喊着出来出来 随后点燃爆竹 奔向空旷处 将火把扔下 在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当中 此就迎新迎接新年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